花蓮的玉璃鎮除了玉璃面 现在还有很好吃的包子 从小对包子情有独钟的老板娘和朋友 花费半年时间来研发 以在地腊肉、断木香菇等为内馅食材制作玉璃包子 由于料多实在,食材又新鲜,获得证明的喜欢 老板还诗言说要让玉璃包子和东河 背难包子齐名来开创玉璃的新食商机 严选在地生产的猪肉 腌制成叉烧肉,加上不里香的断木香菇等食材 制作成包子内馅 宁愿凤快速熟练的手捏包子 下锅蒸煮后,面润饱满 香味四溢的包子好吃出炉 因为想说每个地区有中和包子 天南有北南包子 为什么我们一里没有可以放出自己的品牌包子 所以我们就有在研究 研究了半年多 也就是说感觉到这个可以上市了 这个成品可以上市了 我们就开始开这个包子店 老板娘就是凭借着要让玉璃包子和东河 北南包子等齐名决心 因此半年前就开始 和朋友共同四处观摩学习 埋头研发制作 从失败中学习 最后无视自通 拿捏调配出了充满玉璃风味的包子 是他觉得他的包子怎么样 好吃 好吃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吗 第一次知道真的那么好吃的 第一次知道那么好吃 以后会成功来捧场 会 会吼 像我们的那个豹姜 先做包 我们就是用副里的段木香菇 来做这样 像昭海烧烧肉 我们就用到地医里的那个猪来做这样 所以也是用选用在地的食材 对对对 想说在地食材 因为我们自己在地的话 会让我们继续地区 在于来更多更多的那个 精气的那个繁荣 以在地腊肉 段木香菇等为内馅食材 来自作玉璃包子 由于料多实在 食材新鲜 也胜获证明的青睐 老板娘林月凤 目前研发包括超超包子 蒜菜包 红豆包等 总共六种口味 严选在地食材 行销在地农产业的同时 林月凤也开创玉璃新饮食商机 记者时遇蓝绿报道